你也卖过衣服 假设这是斯凯乐的衣服 你to be销售给一个单位 做他们的企业拓展训练的功夫 这样 当然我也可以销售 但是这个问题已经搞翻了 怎么搞翻了呢 就是我们做单位的话 他首先他有没有这种做功夫的意向 他做功夫的 大概我就了解一个情况 他大概是做多少套 然后是做什么样子的 对吧 你可以了解 你可以问 你可以啊 你不是做业务吗 现在就不看你掩饰你的能力吗 你又了解曾花是做什么的 你也了解他那个品牌 你把这个品牌卖到一个单位 做他们的企业功夫 拓展训练用的服装 你自己现在开展业务 我们看你的销售能力啊 来吧 也可以 他会找李总吗 你想找谁都可以 李总你好 你好 我想问一下咱们企业做功夫吗 我们的功夫很专业的 我们食品企业嘛 食品企业啊 对对对 我们功夫是非常专业的 那么这边 咱们如果是 咱们是几年做一次功夫啊 我们每年都有团建 团建的时候就会 就会当做员工福利一部分 会发一些 会发一些是吧 对对对 我不知道咱们这边有没有 就是说经常 给员工去做一些拓展啊 或者是一些旅行啊 因为我们斯凯乐这边 户外的这个油皮工夫 然后我想给你来掐谈这方面的业务 肯定是团建 肯定是这种户外项目会比较多了 但是我为什么选 因为品牌也蛮多的哈 我为什么要选斯凯乐呢 一个是我们这个品牌呢 已经做十多年了 然后这个品牌 我们那个老板呢 他是在原来中国是亚军 所以说这个品牌 宣传度也很大 另外我们这个 不管是产品 还是质量方面 都是很过硬的 还有呢 这我知道 知道是吧 我觉得这聊不下去 对这个的确听不下去了 这个慧勇 你这种状态太糟糕了 就我觉得就是我想大概每一个销售 都想碰到群姐这样的客户吧 就是你太惯着他了 就是会有你的那个状态不对 你去争取一个客户 不能把双手还插着腰的 你在介绍你的产品的时候 你没有专注在你的产品上 然后你去介绍的时候 我老板以前获过什么样的关注度 但这个东西不是介绍你的产品 它不行成 它必须要形成购买行为这个决策 因为你之前是自己做过的 所以我们觉得在这一点上来说 你没有提前出以前你在这个行业的经验 我感觉什么 我感觉他不是来找工作 他的状态 他今天就是来见见他的偶像 所以来到这儿了 我想问一下 你为什么那么喜欢曾华 就是你喜欢他的原因是什么 除了刚才你所说的 拼搏向上的那种 向上的生活姿态 你为什么喜欢他 因为我那时候关注赢的中国 关注那档节目 对对对 因为他表现得太别好 下次六千万也都给他点赞 都投票给他 那你要这么说 董明珠也很拼啊 你也应该喜欢董明珠啊 对吧 那我跟他摇不可及 你跟他难道就摇得可及了吗 对 你喜欢他的什么 你说曾华 你说漂亮 他也不是最漂亮 你说他努力 我们女企业家都努力 你说他独立 我们这些品质 他们也几乎都有 你说他是个好妈妈 那个赵小叶也是个好妈妈 贺东东也是个好妈妈 就你喜欢他的特别点赞 十年情缘 就刚才我说的那些 哪些 就是他在 他在英德中国 所有的表现都 因为我现在九年 我跟他没见过 一面之缘嘛 因为期间 我们根本都没有打不交道 我每天走到 公司门口 都没有机会 去给他说 我们坐下来聊一聊 英德中国的这些感受 看完英的话题聊一聊 所以你也不了解真话 对 我不了解 就从第二次我看到的 其实人往往是 要么我欣赏 跟我同样特质的人 要么就是 我没有拥有这个特质 我会极度地向往他 所以我才会向往 像太阳花一样的人 我觉得这个销售就别说了 司机干得好吗 司机因为我之前 做个代价 开个转车 几年的价龄 我10年拿的价格 你要求薪资多少 如果做司机的话 因为我告诉你 做司机不是一辈子做司机 对对对 如果你做司机 有幸能够 跟他们一起接触 也可以转岗的嘛 你要求薪资多少 薪资五千 五千 管住的 要管住 在北京 是这个意思吗 你还能干别的吗 除了司机之外 销售是别提了 你销售不行 我肯定干销售的 你干销售刚才演出 那时候可能我去 我紧张 我们也比还好吧 销售你要求薪资多少吗 五千家 也是五千家 你觉得你今天 是因为紧张造成的 可能表现不好吧 表现不好 但是你还是想做销售 对 然后司机是第二选择 司机我就不选择了 直接直接趴掉算了 第一轮选择薪资薪资 咱们最后或是 可恢复资薪资 var 直接趴轻一跪 在北京 就累了 实际上 就会 都